每年到了三枝櫻花季三枝区农会就会与二号仓库主办櫻花艺术特展 邀请地方的艺术文创工作者以櫻花为主题创作不同素材的作品 和往年不同的是今年还特别以不拘束为定义创作 现场更是出现了许多实用与日常生活习惯 息息相关的作品透过镜头一起来看看 因应三枝区櫻花季的到来二号仓库展场 特别展出在地艺术家吴仲中以及许俊祥等地方艺术文创工作者 为櫻花创作的艺术作品 而最近气温下降外头还飘着毛毛细雨 让许多想要到三枝赏音的民众都觉得好不方便 不过现在来到三枝就算下着雨也能够在二号仓库 欣赏到櫻花艺术之美 除了看櫻花之外的话都还有一些艺术家的部分 那我们艺术家还有些文创工作者 他们展示出他们一些以陶艺或者是金工 然后或者是以樱花或者是茶花意向来做一些 不同的一些文创的一些作品 由二号仓库与三枝区农会 共同举办的樱花艺术特展 从二月开始一直展到三月底 作品包含水墨花鸟 油花水彩彩绘桃作等素材 和往年不同的是 今年特别以不拘束不限制的作品为定义 创作出许多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作品 茶剧组或者是樱花或茶花 做一个象征的一些手览布 还有一些我们的陶瓷碗 或者是一些木雕的作品部分 那充分表现出我们三支一些特有的元素 然后依照这些元素 然后一个象征的方式 让大家民众可以来到三支 除了看樱花之外 然后也可以看到我们三支一些文创工作者 或者是艺术家 他们一些手作的一些商品 配合樱花的盛开 这次的展期也将一直到三月底 藉由艺术与文创的方式来呈现 创作出抒发在地情怀的作品 让民众在赏音之余 也能够增添艺术气息 也让未来的游客 看见三支的文创艺术之美 记者许端艺术与三支采访报导